好 真主黨已經向以色列 發動了無人機的攻擊 先來看這則消息 以色列北部 他們現在有一個軍事的基地 被真主黨的無人機給擊中 那就是賓亞米納 他們的軍事基地附近的 現在已經是被攻擊了 真主黨就講說 他們現在發動了無人機的襲擊 就是要報復以色列 那特別是對於貝魯特 這一番的轟炸 所以他們現在也要以牙還牙 那這一次的襲擊 也造成了四名的以色列士兵死亡 還有67人受傷 以色列時報也講了 他說這個是自殺式的無人機 2006年以前 真主黨其實是向伊朗購買了 大概八架這樣子的無人機 所以對他們有這一番的攻擊 那更讓大家瞩目的是 奇怪 這一次的無人機 進入到軍事基地的時候 怎麼防空系統是沒有響的呢 那黎巴登真主黨現在講說 他們不僅是發動了無人機 也跟以色列展開了巷戰跟搏鬥 那他們現在正在進行地面戰鬥 那美國是趕快來派兵 就是派了100名的官兵 再加上薩德系統要來援助以色列 說最快在七天就會抵達 那拜登也證實了這個消息 他說現在的確已經把這個薩德系統 下令了五角大廈趕快派過去以色列這邊 來做一些空防相關的一些措施 那以色列其實是不是也向全球展示出來 我誰的話我都不聽 他們現在甚至坦克直接闖進了聯合國的基地 還衝撞大門 放煙霧彈導致了維和士兵15人受傷 那他們這樣放煙霧彈也讓他們造成一些身體不適 怎麼已經朝著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開始這樣子進行攻擊 這是讓大家所不能理解跟抨擊的 以色列的國防軍就講說 這個其實襲擊的地點是距離 這個連離部隊的營隊很近 那一輛坦克他是在幫助撤離傷亡人員的時候 不小心倒車進去的啦 所以我們也不是故意的 那可是這個說法恐怕大家不太相信 那現在中國大陸也是主要的一個維和部隊 那他們也有一段影片 現在的確在這一邊 槍聲 炮彈聲真是不絕於耳 我們來看看 從來到這裡的第一天起 警報聲 槍聲 炸彈聲等等都不絕於耳 火箭彈 無人機 往來不斷 距離我們營區爆炸點 最近的不足以攻領 彈片砸落在營區 我們美名維和官兵 無論是在執行任務還是在營區 都要求全程佩戴防護裝具 隨時應對可能發生的交火 恐怖襲擊 對 以色列這樣攻擊維和部隊 其實這個有40個國家強烈譴責 但是沒想到大坦雅胡的回應是說 那希望這個維和部隊趕緊撤離 他就覺得你在礙事 你在擋我的路線 妨礙我的攻擊 所以希望你們趕快立刻離開 不然封起來我連你都打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看以色列另一方面 他也沒有停下對於哈馬斯的反擊 那他現在講說他們的策略叫做 封鎖北加薩 用餓死哈馬斯的方式 然後格砂令來建立新的政府 但是問題是裡面還有非常多的這些 這個加薩的人民 那他現在也不管那麼多了 他現在要切斷一切對內的人道援助 那因為哈馬斯在裡面 所以他要用這個方法 就是不管你是一般人還是哈馬斯 我現在把你通通給餓死 然後我清理你們之後 再來建立新政府 那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伊朗已經講了 他們說這個現在已經做好戰爭準備 但是現在目前不尋求開戰 但是期望這個世界是能夠有一個公平 能夠給黎巴嫩跟加薩公平跟和平 那我們看到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 他就講說這幾天 雖然我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來遏制這邊的全面戰爭爆發 但是也要明確的表示 捍衛人民跟利益 就是我們伊朗自己本身的這個利益 是沒有紅線的 也就是說你真的踩到我這條線的話 我還是要進行大規模反擊了 在對以色列喊話 我們來問一下兩個怎麼看 以色列這個都是現在進行事 這個場景讓我想到 納粹要去打捷克 要去打波蘭 然後英國法國就在外面一直說 要怎樣 要怎樣 什麼的也沒發生 以色列現在有兩個計畫 同時在進行中 一個是他要把離難 聽說目標是打到利塔尼河 那個已經打得相當進去了 因為這條河 基本上它有充沛的水量 以色列缺水 所以他也認為那個是一個自然的邊界 事實上1948年獨立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就認為他的邊界應該到那邊 只是後來沒有發生 他已經進入了1萬5000名精銳部隊 已經準備要開始打了 而且黎巴仁現在真主黨 還沒有動用正規軍 我認為這個地方一定會打 而且會打得非常慘烈 雙方都會死很多人 以色列也會死很多人 因為那個地形 並沒有像烏克蘭這麼單純 烏克蘭是平原 這有點丘陵高地什麼都有 另外一個是 加薩北部就是他往前弄了一條線 就是說超過這條線的 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給我離開 因為他要停止供應食物跟水 因為他認為就是我們講的加薩市 本來北加薩這一塊 本來巴勒斯坦人大概有100多萬 現在只剩下30萬 30萬坦白講就是走不掉的 以色列不管 就你給我走掉 不然我立刻停止供應食物跟水 你就是說簡單講就是你會被餓死 那他說他就是要逼哈馬斯出來 他認為哈馬斯在北加薩還有5000人 那101個人職 他認為就是被他們藏起來 所以以色列 這個等於是用最後一招 這個我認為根本就是見招 你想想這樣會害死多少當地人 因為當地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糧食 那你要逼他離開 而且納坦雅是立即就 他的以色列軍隊就立即闖進去了 叫你立刻離開 本來有蓋了一大堆帳篷 都給他們住了 現在全部都把它拆掉 這裡會造成極大的人道危機 而且我跟你講 這兩邊以色列通通都違反國際法 因為黎蘭那邊是有違和部隊的 那按照聯合國1701號決議 除了黎巴嫩的政府軍 還有聯合國違和部隊之外 其他的兵士都不能進來 其他武力都不能進來 那以色列就說 那曾祖父黨不是進來了 我為什麼不能進去 他現在又就用這個當理由 他就說你違和部隊根本 沒有辦法不讓曾祖父黨進來 所以我當然要進去 你們就是一群飯桶 你們趕快離開吧 我覺得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這個是公然挑戰國際法 然後 加沙是巴勒斯坦預定建國的土地 你怎麼可以佔領 而且他這次就是要佔領 他要把他們全部趕走 然後他說要進入軍管 以後不發食物跟水 你們如果還要繼續待在這邊 那你自己餓死你家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局面已經 是已經非常非常糟糕的狀況 而且都已經進入實踐階段 那安理會五國什麼辦法也拿不出來 好 那請教介老師 對 以色列事實上 它是建國的歷史的良機 就是說這個一年打加薩走廊 這個沒有遭遇到什麼阻礙 他用的打法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 那是純粹的 就是說那個就是說什麼叫種族滅絕 你就看以色列打加薩走廊 就叫種族滅絕 對 那問題就是說他遭遇到什麼阻礙 沒有 美國叫好像跟他演戲一樣 美國給的炸彈 給的這些經濟援助 沒有少一顆子彈 沒有少一毛錢 對不對 最近說這個要為了防備 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性公主 高雲吉 這薩德系統都要搞過去 對 所以美國對以色列 那就是完全毫無保留的支持 嘴巴上雖然看起來 好像有一點點咕咕嚕嚕的 行動上是完全無條件的支持 那另外一方在外交上 在國際輿論上 以色列覺得這些跟蚊子在那邊叫一樣 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以色列這個從建國開始 現在是他建國繼續往他建國大業 往前推進的最好的歷史性機遇 所以我看已經有這個 有一些西方媒體 以色列正在掌握最好的歷史性機遇 在各條戰線上 就是說怎麼講呢 然後繼續快速往前衝 對 那本來這個黎巴嫩跟以色列的矛盾 沒那麼深 而且你要知道 黎巴嫩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以色列憑什麼派軍隊進入人家 國家裡面去打 東打西打的 而且這個看起來我們會覺得 困難重重 有一萬多聯合國維和部隊 駐紮在黎巴嫩南部跟以色列邊界 這個狹長的30公里這塊土地裡面 它的基地是幾十個 有50個國家都派了維和部隊進去 包括中國大陸有443個維和部隊 也在黎巴嫩 對 這個看起來好像說 這個地方已經夠擠了 以色列它能怎麼樣 那以色列就是照打 而且最近它不是打傷了好幾個維和部隊 40個國家聯名譴責 內塔亞胡最近公開回應 他說為了避免造成你們繼續傷亡 請你們向北側五公里 到這個利塔尼河以北去 不要在這個地方妨礙事情 那很多國際社會的分析是說 最後可能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會撤離 這就是以色列看到的歷史性的建國機遇 那是不可能退的 只有繼續打 來 老師 美國可能估計以色列準備要攻擊伊朗 目前的估計是這樣 因為它的SAD系統送到伊朗 要7天左右才能夠送到 雖然它的先前部隊的人員已經送過去了 但是這些系統要能夠送過去 要一段時間 那由於上次伊朗對於以色列的攻擊 就是反擊 本身美國的神盾沒有辦法攔截的下來 所以很明顯的事實就是幾十枚的導彈 打到了以色列的軍事基地 它的機場被打了二三十枚的導彈 那這個都是事實 所以對美國人來說的話 那如果以色列這兩天或是這幾天 對伊朗進行攻擊的時候 伊朗反擊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那伊朗的反擊機率高 伊朗相當有可能會根據 以色列這一次的攻擊 它會再擴大一些反擊的範圍跟區域 美國的神盾沒有辦法攔截到 那怎麼辦 薩德系統 所以出動它最頂尖的防衛系統 所以它就趕赴過去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拜登他說 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保護 整個以色列的安全 那也就是估計 我從這一段話裡面 還有五角大廈的判斷的動作 估計以色列大概在這段時間內 準備要開打了 那伊朗反黨的可能性高了 因為伊朗很明顯的 它的總統跟這個普丁 在土庫曼的談話裡面 應該是滿有成效的 那很有可能 我們也看到了 伊朗的外交部長也到了沙特去了 也尋找這個沙特王儲的支持 至少不讓這個以色列 穿越它的領空 那如果以色列無故於 這個沙特的意見 直接穿越領空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是 以沙之間的關係 也會產生變化 那麼沙特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也會產生變化 所以我們看到中東地區 確實比以前更加的混亂了 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珍珠黨確實不是哈馬斯 珍珠黨的作戰能力 很明顯的比哈馬斯還要強大 以色列原本認為說 它前幾波的攻擊 包括BB Code的攻擊 應該是重損了珍珠黨的力量 可是很明顯的 珍珠黨的這兩波的反擊 它產生了很高的效果 尤其是這一次的突尾的成功 也就是說以色列的雷達 原來看到兩架無人機 就燕子丁 這是伊朗製的 伊朗所製造的燕子丁 燕子T 所以燕子T的這兩架無人機 基本上來講都被以色列發現 有一架被擊落 另外一架突然間在雷達消失 所以估計很有可能 它就貼得海平面飛 而且是在雷達所看不見的地方 然後就進入了以色列的北部 對於軍營精準式的打擊 而它打擊的時候 就是在於以色列的軍官 跟士官士兵 在準備進行作戰任務前的 集會中進行打擊 所以這一次的傷亡很大 四個人當場死亡 然後七個人重傷 14個人中度的受傷 68個人受傷 你可以知道 這一次的攻擊是很有效果的 同時火箭彈100多枚就反擊了 這代表什麼 黎巴嫩的真主黨 似乎已經開始恢復 他們的通訊系統了 這個通訊系統的恢復 可能要感謝華為 當然這個時候講華為 好像不太好 但是很明顯的 就是因為他們改變了 採購的方式 然後剛好華為被美國人 制裁的心理下 美國完全無法偵測到 華為的任何的通訊系統 以色列也害不進去 我覺得這個反而會激勵 中東更多的國家 向華為下訂單採購 因為很明顯的 以色列到目前為止 害不進去 他們的通訊系統 代表這個後門很防火 強勢很強大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